从数年前深受雾霾困扰 到如今蓝天成为新常态 北京以钉钉子精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生态环境质量日渐改善 空气质量持续明显提升 被联合国环境规划属于为北京奇迹 近日 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刘宝贤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深度解读中国首都作为特大城市如何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的北京奇迹 北京市应该说是从1998年就拉开了大气污染防治的规模性治理的序幕 应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2021年咱们空气质量优良天的天数是达到了288天 比如说咱们2021年仅仅八成天都是咱们优良天 这要比2013年要多出来112天 刘宝贤介绍 经过多年与经经济及周边省市联防联控协同治理 北京各项污染物浓度明显下降 2021年 北京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 其中 PM2.5年均浓度较2013年下降63.1% 平均每年下降7.9% 远超发达国家城市同期下降幅度 改善速度之快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咱们用20年左右的时间 应该说达到了很多一些国际上发达国家城市的 将近40年 60年走过的历程 应该说也是为其他的一些这个国家 其他的一些城市开展大气污染治理 树立了标杆 树立了这个咱们打造了咱们北京的这些经验 北京通过哪些手段治理污染 刘宝贤介绍 北京大气污染治理取得的一系列成绩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技术创新 北京的话 从开始大气污染治理就特别重视科技创新 咱们1998年以来 北京就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城市级别的空气质量的预报体系 这些预报的体系一方面可以为公众提供了解 咱们空气质量的状况 安排好健康出行 同时的话还可以支撑咱们开展更加精准的置物 刘宝县坦言 北京既有煤炭污染特征 也有机动车污染特征 北京大气污染治理要比历史上不少发达国家城市更加困难 其实北京大气污染治理 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是要比咱们历史上这种发达国家 这种城市来讲更加的复杂 更加的艰巨 特别是从2013年以来 它既有这种煤炭的污染特征 也有这个机动车污染特征 这几年的话也是沿着一方面咱们借鉴国际的发达城市走过来的这些经验 另外咱们也结合了北京大气污染 它自有的特点制定了一系列的 有针对性的污染防治的一些措施 也是在2021年咱们首次空气质量全面达标 也是被联合国环境署被评价为叫北京奇迹